好 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这个分享 然后今天很高兴 然后这也是CubeCon的 可能是第一场这个分享 然后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还在那个展区 然后来我们这儿聆听的都是对Astio 对服务网格非常感兴趣的朋友 然后我这边今天的演讲呢 主要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我们会带来一个新的Astio数据面 带来一个新的选择 然后就是用那个EBPF和可编身内核 来重构我们的这个Side Collies的这种Service Mesh 然后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叫徐中虎来自于华为云 然后这边是也是在Cloud Native这个方面 然后开源这个行业 然后干了六七年了至少 然后在Astio这边也是从2018年开始 然后就在Astio社区这边上游做开源的贡献 然后我现在是Astio这边的那个 Maintener和String Committee的成员 然后呢我现在还在SenseCF Tag Network这边担任Tag Leader的这个角色 然后同时呢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 也成为Communities的Member 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个Astio新的这个数据面的一个形态 叫KMesh 它是用一个EBPF加可别的内核形式 来实现一种新的这个数据面的这个高性能的一个形态 OK 然后我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分为四个方面 然后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Service Mesh的这个Background 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开发一种全新的这个数据面的形态 叫KMesh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KMesh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关键的特性 那最后为大家带来一下 我个人对福望格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展望 然后呢今天我的内容可能会不是会不会 就第三方面会主要介绍一下 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KMesh的一些关键的这个能力 但是不会深入一下介绍这个技术实现的细节 但是我的同事在明天的这个会议室 然后同一的时间 会有一个更详细的KMesh技术实现细节的一个分享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时候来这个会议室来听一下 他的这个更详细的介绍 好第一方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ervice Mesh的一个Background 首先呢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福望格吧 福望格呢 其实出来也比较早了 大概从17年 然后大家 比较熟知福望格 然后福望格呢是一个 相对于原来的微服务框架来说呢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架构 它是一种基础设施层 然后去屏蔽了这个 就是解偶了应用的这个开发 然后部署 以及它这个流量的劫持的一个 解偶了它的流量劫持的一些方式 对 然后通过Sidecard 它是对应用完全做到无感知 去治理我们这个应用发出去的流量 以及接收到的流量 然后去做一些原来的微服务治理的能力 然后主要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东西呢 主要是 我总结了一下 有几个关键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零侵入的Sidecard注入 而这个方面是通过我们 现在Combinities的那个 Mutation的Webhook来做的 而第二个方面呢 主要是它这个生命式API 我们现在ServiceMesh里面 包括Clendative其他的这个领域里面 主要是通过这种 生命式的API CRD的形式 去定义我们的这个 面向北向用户的这个API 然后主要是包括我们大家去熟知的 像E2现在支持Gateway API 包括支持这个 它原有的自定义的这个 自己的API 包括Virtual Service啊 Destination Rule啊 还有E2自己的Gateway 等等这些 全是通过这种生命式的API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它的 相对于传统的那种 为服务的治理来说 它比较特色的地方就是 其实就是它的XDS XDS呢 是Invoice去定义的这种 数据面控制的一个协议 然后它是基于 这个底层是基于 XDS加PC 最关键的几个特性 我总结了一下 也是三个方面吧 第一个就是 Service或者是流量的治理的过程 这个流量治理就包括 我们的这个 Sircult Breaking Fort Injection 故障注入啊 故障检测啊 还有一些更丰富的 负载均衡的一些策略 对 然后呢 第二个方面就是 可观资讯 可观资讯 这个是我们在 微服务的 这个开发和运维过程中 比较依赖的一个特性 然后可以通过他们 可观资讯的一些 backend的一些框架 能够告诉我们 这个微服务的 这个当前运行的状态 以及方便我们 去做故障定位 然后第三个方面 是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 福网格可以保障我们在 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个 零信任的这个 安全的一个网络环境 然后它是主要是通过 那个自动的 MTS 然后去做这个 流量的一些加密 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福网格的一些历史 福网格呢 其实从这个图里面 可以看到福网格 大概是最早是 LinkedD这边开源的时候 带来的一个概念 大概在16年1月份 LinkedD发布了 这个0.07的一个版本 也是第一个 福网格的项目开源 然后到后面的话 是16年9月份 然后Google啊 跟那个 Google跟那个 跟MART那个合作 一起开源了 这个Invoi 1.0 这个时候是 代表着这个福网格 包括负载均衡这边 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大家更多的是习惯 envoi这个数据面的形态 然后所以说 在17年呢 也是Google联合 这个Lift啊 还有IBM 一起开源出来了 Eastio 而这个Eastio呢 相对于原来的LinkedD来说 它是一种更全新的一个东西 原来的LinkedD 实际上是一个节点级的代理模式 然后后来呢 18年其实LinkedD也重构了 LinkedD2.0就发布了 2.0其实也是一种 SideCard的一个形态 然后直到2021年12月份 然后Celium那边 开源出了一个Celium Surface Mesh Celium Surface Mesh呢 是不同于Celium CNI的 它是一种Surface Mesh形态 然后Celium Surface Mesh 它是依赖于它的CNI和Envoy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新的形态 就是节点级的Envoy 来去做节点级的代理 这个就有点回归到 原来LinkedD这个 0.07最早发布的这种形态 就是通过一个节点级的Proxy 去代理整个节点上的应用 发出的流量 然后对它们进行治理 然后这也预示了 这个除了SideCardless 这种形态之外 可能会有一种SideCardless 这种新的形态出现 这种形态 其实最早的SideCardless 它叫NodeProxy NodeProxy呢 其实问题也有很多 就是我的爆炸半径 可能就是节点级的 然后我的技术设施 也就是Celium Surface Mesh 升级的时候 我其实会影响 整个节点上的 Workload的流量 然后2022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Eastio社区 发布了一个 AmbientMesh的一个新形态 AmbientMesh是 现在Eastio支持的 除了SideCard之外 第二种形态 叫这个也是一种 通过节点级的Z-Tunnel 加上拉远的Vpoint的形式 进行去做流量的一个治理 然后2023年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 就是机会吧 就是在现有的一些 服务网格的一些架构上面 存在一些缺陷 其实都是有一些缺陷的 然后我们在2023年时候 开源了一个 KMesh的一个项目 然后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 什么是KMesh 然后总结一下 其实主要是有五个方面吧 就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Service Mesh 其实这两年吧 是从这个SideCard 到SideCardless的这个演进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比较推崇SideCardless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 它的性能呀 还有这个资源开销 相对SideCard 这种模式来说 会更加的小 然后Eastio呢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 唯一的选择了 就是做服务治理的时候 我可以去 有时候可以去选择一个点 因为我可能不需要 那么多的丰富的功能的时候 我就可以 就是抛开Eastio 我可以选择 更加轻量的Linkedil这种方式 甚至我可以选择 把部分L4的治理 下沉到CNI里面 就是也可以去选择 CNMesh等等 然后 刚刚我也讲了 四层的这个 卸载 卸载到CNI里面 是一种趋势 然后 R7的服务治理呢 其实可以 就是更多样 我可以在节点级 做R7的治理 也可以去做 通过拉远的 这种模式 比如说 MbMesh里面的这个Waypoint 去做 复杂的这个七层的治理 七层的治理 其实是未来 更加灵活的一种 在未来方面 可能会 L7这个治理方面 可能大家觉得 机会会更多 因为它的 多样性会更丰富一点 OK 然后SADCAR模型呢 其实 不用太多的介绍了 其实主要是 通过这个 给应用注入一个 SADCAR的容器 然后 然后这个容器呢 其实跟这个应用之间 是完全是没有 基本上是 没有这个 这个偶合关系的 然后通过 两者之间呢 是通过这个 一般是通过 IPTBOS 去拦截这个流量 然后呢 现在其实 也有一些方案 是通过 EBPF SOCMAP 去拦截这个 做流量加速的 这个SOCMAP呢 其实比 IPTBOS 会绕过这个 相对来说 它会绕过这个 我的节点 就是这个 POD里面的 这个网络协议站 会更加快一点 但实际上 这个快 也是 比较有限的 因为更多的 这个耗时 就是 实验是耗在 这个SADCAR的 L7的治理方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主要色情就是 其实它的 Application和SADCAR 是属于同一个 网络命名空间的 然后就是 我的Inbound 它Outbound的 这些流量 全部是通过 这个拦截到 先走到 这个SADCAR的 然后第三个方面 是它的 流量默认是 全部是走 MTLS加密的 然后 第四个方面 就是SDOG Metrics 和这个 Trace 就是 调用链 等等 全部是由 SADCAR去生成的 这一点是 完全不需要用户 不需要我们的 Application 去做任何的 去修改的 但是Trace 这个东西 比较特殊的 其实就是 在我们的 Application之间 可能需要在 代码里面 传递一些 这个 Trace的 Header 它的B端 大概就是 也主要是 SADCAR 跟应用的 生命周期 就是一体的 然后我要升级 某一个SADCAR 或者是升级 Workload的时候 实际上是 另外一个 也会重启的 另外一个容器 然后第二个方面 就是SADCAR 资源开销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还有就是 它的连接数会增加 应用和应用之间 通信的时候 它的连接数会增加 会由1 然后增加到3跳 然后它的食言 其实也会增加 然后SADCAR 这个模式 我这里会 重点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 它的概念 比较新一点 好多朋友 可能第一次 或者是之前 接触的 比较少一点 然后它SADCAR 现在Eastio里面 主要是一个Mbin的 我这边 主要是举一个 Eastio Mbin的 实现的一个架构 然后它的实现的 Mbin模式的话 它主要是 如果按照L7和L4来分 左边就是一个 纯L4的一个治理 就左边那张图 是一个纯L4的治理 而纯L4的治理 实际上是 流量是没有经过 一个 envoid的 然后右边是L7的治理 它实际上中间是有一个 ProtikaPage 这个Waypoint的代理 经过它的 然后L4这边 我们看 它会 左边那张图 L4这边 会在每个节点上 会部署一个 用Rust写的 比较轻量的一个代理 叫Zetanow 然后呢 这个流量的拦截呢 实际上是 通过 也是通过 现在也是通过 IPTBose拦截 到这个Zetanow Zetanow呢 这边再去 发起这个 流量的一个加密 它 这个加密呢 是基于这个 ATPS 然后做了一个 HBone的一个 协议吧 然后 发到目的节点的 这个Zetanow 目的节点上 Zetanow拦截之后 解析出来 它的这个流量 是要发给 哪一个 目标Pod的 然后它 再把它转到 目标Pod 然后这里呢 其实 就是 比较复杂的地方 在于 我的流量拦截 我的流量拦截 它跟原来的 Sidecar 我们看到 架构跟原来 Sidecar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流量拦截 其实有一些 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我后面会讲 因为它这个拦截 比较复杂 然后这个L7的 这个模式呢 其实是比较 灵活的一个方式 我如果应用 是 不需要 七层治理协议的话 那我完全是 通过 只需要R4 但是我的应用 如果是R7的协议的话 那么 我可以 通过这个 Gateway API 我们知道 Kubernetes里面 有Gateway API 这些API的东西 然后通过Gateway 这个对象 可以去声明 我自己所需要的 七层代理 然后我们 Extro这边呢 就能够自动把它 它的WayPoint 这个Proxy 给自动创建起来 以及管理它的生命周期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自己 在厂商 自己 有自己的这个网关 也就是通过 unvide实现的 包括它 支持HBO的 这个协议的话 那我们完全可以 把流量 转到自己这边的 这个维护的 一个网关里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七层之理 会更加灵活 但是 怎么说呢 这个 DataNord呢 它其实 也是一种 用户态的代理 用户态的代理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流量 会 就是应用 跟应用之间的 这个通信呢 它的这个 连接跳数 其实一样会增加的 因为 我首先是通过 DataNord这边 去做一个 连接的一个 termination 然后再重新 发起连接 这个时候会 连接的跳数 也是增加的 可以看到 这边 我的连接跳数 其实像是从 应用和应用之间 直接访问的时候 是1 然后它这个 经过DataNord之后呢 会变成 如果是L7的话 会变成一个四跳 可能一个数目 会变成四 右边的图 1 2 3 4 然后这个 应用拦截的 这个应用的流量 拦截 这个很复杂 后面我会专门 一页会讲 这个拦截的一个东西 OK 这个拦截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 East2里面 不是有个CNR的 一个插件 它这个CNR 是现在一个 East2CNR 是一个demyset demyset那边 会在我的 POD创建的时候 会把这个 通知这个ZTNOW 去创建一个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 1 2 3 我们挨着来吧 第一步就是 它会进入到 这个Workload的 网络命名空间里面 进入它的网络命名空间呢 去创建一些 IP对报子 这个IP对报子 实际上跟我们原来 这个SYCAR的时候 差不多 它就是负责 拦截应用的流量 然后到SYCAR 现在的SYCAR 就变成了ZTNOW 然后ZTNOW呢 实际上 这里比较有趣的是 ZTNOW现在是 在每一个Workload的 Network Nemo Space里面 去监听一个 15008端口 其实我们现在 它虽然ZTNOW 是一个独立的POD 但是它在节点上 需要治理的 这些Workload的 命名空间里面 去创建一个 去监听 Listen一个端口 这是它比较特殊的地方 这样的好处呢 实际上就是 它的拦截机制 会跟SATCA一样 就不会去干扰 或者不会跟节点上 原来那些CNI 去CNI的那些 IPTBOS规则 或者是它的 IPSET等等规则 进行冲突 我们其实最开始 在East2Mbin的开发的时候 它的拦截也不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避免 跟CNI的一些冲突 才设计成这样 然后的话 然后ZETNOT监听了 这个Socket之后 那后面的所有的 这个流量 这个劫持 包括这个 治理的过程 就跟原来的SATCA 其实比较类似了 都是先走到ZETNOT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这个 这个图中 这个机制非常复杂 需要 需要 East2CNI的POD 跟ZETNOT的POD 去进行一个协同 就是任何一环 就是出现了问题 然后整个 我在初始化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 这个拦截可能就会失败 对 然后 这边 我的优点和缺点 其实都讲完了 刚刚 刚刚主要都 都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就是 ZETNOT的一种模式的话 这个 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CNM的ServiceMesh CNM的ServiceMesh呢 实际上 主要很简单 其实主要是通过 它的 这个 CNI里面 去做一些 CNI里面主要是 我们知道 它是用EBPF实现的 去拦截 这个应用的流量 然后 以及它 转到 这个节点上的 这个envoid 这个 每个节点上都有一个 这个envoid的proxy 然后 这个的过程呢 它其实上是通过 那个SoccerMap去加速的 也就是说 应用 到 到Node的这个过程中 它实际上 这个 这个是很快的 因为它不会经过 你看这个图里面 它不会经过 这个 TCPI IP 协议站的 但是呢 它其实也有问题了 就是它的 首先 就是它的 EBPF是很高效的嘛 然后 它可以通过 这个SoccerMap 进行加速 然后就 不会去增加一些 很多的实验 在这个 在这个拦截过程中 然后 第三个方面 它的这个特点 就是它的 这个API 是支持 Gateway API的 但是呢 它有自己的 一套CRD的 一个定义 包括这个 CLEM Network Policy CLEM Envoy Configure 这个都是 非常底层的 这个Envoy的 这种 这种 API 就是 对用户不是很友好 用户需要 需要去理解 Envoy的那个 XDS那些东西 非常非常不友好 它的这个API 另外就是 它的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 通过CLEM的 在每个节点上 有个低迷赛 通过 它的低迷赛 是直接 连接的是 COOPERAPS Server 通过COOPERAPS Server 那边获取 这些配置 然后再去 做一些转换 然后把它 把这个规则 发给这个 CLEM的这个 API程序 以及 Envoy的这个 Node Policy 通过这么 这么样去 做的一些转换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 在每个节点上的 这个低迷赛 实际上 它的工作 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负责 去生成一些规则 不像 Eastro里面 它直接 通过控制面 去做了一些 这个生成 然后每个节点上的 这个 低迷赛 它的工作 实际上比较简单 不会有太多 的控制的逻辑 好 缺陷呢 主要是这样的 它这个 节点 即的 Node Policy 实际上 有个单点 故障的问题 然后它的 Botter Management 就是节点级的 如果我的 节点上的 这个Proxy 实际上 如果它的 故障了 或者升级过程中 正常的升级过程中 它也会去 中断我的 应用跟应用之间 连接的 这个很明显 从这个架构图上 来看 然后就是 API很复杂 这个说过了 然后就是 它实际上 这个 Clim Service Mesh 跟Clim CNR 是一定要 配套使用的 因为它那个 节持过程中 是通过 Clim的 CNR 来做的 配置的话 也是 Clim的 这个 Dimbing Set 来做 然后 讲了这么多的 这个 业界 现有的 这些架构 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 做一下 这个 开发一种 新的 这个 数据面的形态 叫 KMesh 然后 这个是我们认为 的 理想中的 Service Mesh 的一个架构 Service Mesh 我们认为 其实是 是要回归到 云原生 基本要求的 一个本质 然后去 实际上就是 最简单的要求 就是 我们要实现一个 应用透明 无感知的 这种 然后以及 更高性能的 也就是说 我们延时 会非常小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去做一个 低开销的 一个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 CPU 内存 非常小的 开销的 这种一个 服务阁的 一个技术师 这三个特点 是我们认为 它是最基本的 然后我们 其实在任何 服务阁 去设计的时候 都需要去 考虑这三方面 但是呢 就是有些 鉴于它的架构 的问题 它没法做到 就是从本质上来讲 它就没法 做到 比如说 试炎非常低 比如说 它的资源开腰 很低 做不到 就是有些 然后第二个方面 实际上 是要做到 高可用 就是我们的 这个 Long Running 的这种流量呢 Long Running 的这种连接呢 不会因为 我的技术师的升级 而会 而被中断 这个是 服务阁 或者任何技术师 都应该做到的 都应该追求的 然后就是 第三个就是 它的 这个 这种技术师呢 不应该 占用我们去 不应该占用 租户 花钱买的 这种CPU 内存啊等等 然后就是 最后一方面 我认为 就是它要 能够灵活部署 对吧 然后用户可以去 有时候用户 需要去管理 自己的这个 R7的一些代理 或者是 想通过这种 API 能够自动去 创建 以及 扩缩 自己的这个 代理 然后甚至 有些 有 有些用户 有自己的 这个 网关 他可以 希望 我们能够帮他 把流量 转到自己的网关里面 去做 更多的治理 更复杂的治理 对 然后还有 有时候 还会希望 我们的API 能够自动地 配置他们的 这个网关 这个是用户 可能 更高级 用户需要的 对 然后 我们又做了一下 这个业界的一些 这个 服网格方面的 一个性能对比 这个是 其实是有一家公司 第三方的公司 都不属于任何 一个项目的公司 来做的一个 可能比较中立的 一个性能的 一个测试 这个我就直接 拿他们的数据来 来share一下了 然后我们看到 其实 左边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 它这个response的 p99.9的一个延时 我们看到 右边呢 实际上是 p90的一个延时 总体来说 Eastio呢 实际上是 比这个baseline baseline是什么呢 baseline就是 在Kubernetes环境中 POD直接访问服务的时候 中间没有任何的 代理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试验 这个时候我们 Eastio sorry Eastio是 实际上是要 卖25%到30% 之间的 然后Eastio Eas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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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式呢 实际上是 比baseline呢 实际上 大概 性能要差一个 15% 然后CM呢 比这个baseline呢 大概要差一个 20%到30% 然后LinkedD呢 实际上是 比baseline呢 要差 5%到10% 为什么LinkedD 也会更快呢 因为LinkedD的这个实现 跟Envoy 完全不一样 上面Eastio 和CDM ServiceMesh 都是基于Envoy 做气层代理的嘛 然后LinkedD 它自己的这个 气层代理 实际上是 完全跟Envoy的 这个框架 不一样的 所以LinkedD 会更加轻量 如果大家 不需要那么 复杂的功能的话 LinkedD实际上 也是能满足 大家的需求的 OK 然后 我们 更深层次的分析呢 就是深入在代码级别 去做了一下 这个性能的一个剖析 发现 其实 最主要的这个 Satica 引入的实验 主要是在 在那个 上下文转换呀 数据的拷贝呀 等等 但实际上 真正的流量 做一些这个 治理 流量的 流量治理 就是主要是说的是 upstream那边的cost 实际上 大概是只占了10% 那所以说 我们就是认为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 这个优化空间 这个右边 其实呢 是我们认为 其实 理想中的状态 应该是 把R4的这个 拦截啊 治理 去卸载到 offloading到 内核里面去做 这样会 减少我们的开销 减少我们的延时 然后七层的话 其实 七层的话 其实还是要通过 一种高级的代理 比较好 然后呢 所以说我们去设计 KMesh的时候 首先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KMesh实际上 只有一种 那个架构形态 大概是 第一种 这里 然后那个时候 主要是通过 EBPF加可变成内核 就是Kernal Module KO的形式 去管理这个流量治理 然后 KU的目的 实际上是做 L7的这个 HTP的一个 一个治理 然后呢 现在我们增加了 一种新的模式 sorry 这个图可能 可能 我转换的时候 有个失真了 就是这里 这个VPoint 是第二种 双战的模式 双引擎的模式 就是说 我们先通过 EBPF去做 L4的这个 治理拦截 然后把这个 L4的容量呢 转到这个 拉远的 Remote的VPoint的模式 这里就是 跟E2Mint 比较相似了 就这个VPoint 我们是基于 上游的Evoi 来做了一个 自己的 私有的协议 然后这样呢 我们认为 它会更加灵活 而且这个VPoint 能够 支持更多的协议 比如说 ADBS JRPC等等 纯内核的模式的话 ADBS和JRPC等等 现在是 很难做到的 因为 ADBS ADBR JRPC等等 它们实际上 是有状态的 就是不同的 真意和真意间 是有状态的 通过内核里面 这个是 现在的技术 还达不到 然后这里呢 KMAS 其实 我们做了一下 其实会 如果是 内核原生模式的话 它的 自理的 开销呢 会更低 然后大概 降低了 这个 这个 转发的 延时 大概是 降低 60% 然后呢 双引擎的 这个L7的 自理的话 减少了 这个延时 大概是 30% 左右 然后应用的 启动速度呢 就不需要 注入3D卡 应用启动速度 其实增加了 40% 对 然后 另外的 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 是低开销 非常低的 开销 对 然后另外 是我们 在应用的 在3D卡 这个框架 3D卡 这个框架 也就是说 KMAS 重启的过程中 升级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会去 影响 业务之间的通信的 然后就是 会更加灵活 我们提供了 两种方式 然后 这个 后面 会介绍一点 这个 我们做的 一些测试的 对比 就是KMAS 跟Eastle 跟这个Baseline 的一个对比 这个是我们 做了一个 这个KMAS 的Curnal Native 的一个模式 跟Eastle 的一个对比 大概性能的话 会我们 从这张图里面 看到会性能 会KMAS 跟Baseline 其实差不多 对 然后并发连接数 越多的时候 KMAS 性能 其实越好的 而这里的图呢 实际上是有 KMAS 的这个 双引擎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拉远的 Waypoint的模式 然后跟 跟Eastle Ambient Mesh 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是 KMAS 然后这个是 Ambient Mesh 然后左边 那个橘黄色的呢 是Baseline的 一个测试 大概 KMAS 比 Ambient Mesh 大概要好 25%到30% 然后 其实 都是比 这个 Baseline 性能要差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 拉远的 R7的一个处理 OK 然后KMAS 的这个 Advantage呢 实际上是 大概是 我们是 把 四层的治理 下放到内核 然后呢 应用的 POD 完全是 解有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 连接是 没有 就是在 节点上面 是没有 连接的 termination的 会大幅 减少 这个 连接数 下面 表格里面 可以看到 KMAS Kernal Native 这个模式的话 连接数 实际上 1跟 BitsLens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 Dior Engine 的模式呢 实际上 连接数 是 只有2 对 这个时候 是 多了一跳 但是 East2 Satacan 模式的话 连接数 是3 然后 Ambient模式 连接数 是4 它是 KMAS 要远远 好为他们的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性能 和食言 都要好为他们 资源开销 就是没有 Satacan 的开销 OK 然后 第五方面 是我们不会 占用任何的 用户的 CPU 能存资源 好 第三个大方面 看一下 KMAS的 这个 关键特性 然后我们的 L7的 Counter Native 的L7 的治理 实际上是 通过一些 Differ 的 Connect 通过 违键链和 延时 键链 的 方案 来做的 大家 明天 可以来 听我们 更详细的 一个同事 介绍 它 实现的 技术 这里 就不 赘述 然后 主要大的 第二个 主要一个 新的模式 是因为我们 在今年 这一年里面 新引入的 Dual Engine 双引擎的 分层治理的 一个架构 它就是通过 刚刚说的 四层是完全 EPPF的 治理 然后七层呢 是通过 KMAS Waypoint 来处理 架构方面 有点类似 E4 M 但是 L4的这部分 完全是 跟Data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是 内核集的 然后另外 就是 KMAS 可以完全 给Satacar 做 那个 Bypass Service Mesh 这个功能 使用 就我们可以 帮助我们Satacar 去注入一些 这个规则 就是绕过我们 Satacar的 治理 然后这样呢 其实是 使用场景 就是给 去故障 定位定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 在Satacar里面 不确定是 Satacar导致的 还是因为 本身导致的 这个故障 所以如果我们 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 去注入一些 就输入一些 IPTables 规则 另外一个大的方面 就是我们 Eastio可以 给Satacar 做加速 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Eastio 里面有一个 Satacar 加速的 一个能力 就把应用的 把Satacar的 这个流量 劫持的过程中 通过Satacar 加速 也就是我前面 提到的 可以通过 EPF进行加速 好 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下 Satacar 是未来的一个 然后第三个方面 我要做到 不要在我的 技术师 升级的过程中 不要影响 我的工作 负载之间的 通信 对 然后实际上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为了 做到这一点 我的技术师 不可能是 节点 节点级的 代理的 所以 所以 卸载到这个 内核 通过EPF 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 一个趋势 OK 然后我认为呢 其实 基于这一点来讲 Satacar 其实上是 未来很有大的 有很大的希望 成为一个 比较 大家追求的 一个方向 然后EPF呢 实际上 它很有想象力 可以做 甚至 未来可以 随着在内核里面 它能力的增强 它可以做 更复杂的 一些七层的治理 那未来 可能真的有可能 通过EPF 完全去治理L7 然后 现在的内核呢 实际上是 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 这个ATB的治理的 未来 未来 这个 想象力 还是很大的 OK 然后明天呢 我们在同一时间 同一个地点 也会有一个同事 会介绍 KMAS的 更多的一个 实现的细节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 来关注一下 好 今天这个是 我的 全部的内容 好 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下来跟我交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